好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人是感情的動物 碰到特別的人事物 會感動到流眼淚 這是人之常情 就像我日前回到萬里 看到我的老師 父老鄉親都站出來支持我 我感動到流眼淚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柯主席 把我感動流眼淚扭曲為 是為了我們家的房子在流眼淚 昨天柯文哲主席在政見辯論會上面 他也流下眼淚 但我不會把這個說成是 為了他們家的土地流眼淚 所以我是希望柯主席也能夠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然後我也希望剩下的最後幾天 還是應該要把選舉的主軸 回到國政上面來論辯 然後爭取國人的支持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老家的部分呢 2003年 我想事實查核中心已經證明 就是現在房子的位置 就是我父親留給我們的公寮的位置 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那因為房子年久失修嘛 有一度到斷壁殘緣 那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修建完成 這個我已經多次說明過了 好